今集分享一下 馬爾代夫的傳統菜式 餐廳一入到門口見到的是酒吧 環境好有當地民居的氣氛 員工先帶我們去酒吧一個區域 在那裏喝杯Welcome Drink 正式用餐前才去一個特別的地方 裡面好像一個馬爾代夫家庭的家 在那裏觀看馬爾代夫的歷史和飲食文化 接著職員帶我們入座 餐廳的佈置很有心思 為我們安排了慶祝生日的座位 雖然吃的是馬爾代夫本地料理 但餐桌的擺設是西式的 在燭光之下用餐很有氣氛 但是增加了我拍攝的難度 坐下後先喝杯冰水 晚飯的餐單已經預先安排好 餐前的小食是椰子乾 這道飲品都可以任典 前菜是馬爾代夫田菜沙律 還有春捲和小食蘋果 餐湯是魚乾和吞拿魚加米飯 其實就是把吞拿魚條放在夜奶裏煮 甜品是海杏仁蛋糕 配上香蕉雪糕 現在又是去到總結的時候 餐廳的食材很有本地元素 用餐的環境和氣氛都不錯 看得出花了很多心思去設計